各位朋友您好 我是周玉琴 欢迎收看记录台湾 说到了跟吃有关的经典电影 您一定会想到17年前 由李安导演所拍摄的《饮食男女》 在这个里面 主角狼熊的烹饪手艺 让看过的人都对于台菜厨师的功夫 叹为观止 这一双替手呢 是被称为台菜厨神的阿发师 只是尽管在台菜界占有一席之地 阿发师却说 他有一种味道 怎么样都学不过 原来呢 在阿发师的心中 比他手艺还好的 就是妈妈的菜 现在他除了要传承妈妈的古早味 还要加进自己的创意 开创新台菜饮食文化 我们这个姜 跟那个麻油炸过再爆一下 这不是麻油鸡 传统麻油鸡 直接用麻油煸老姜 但现在多一个步骤 就是爆完姜后加入鸡膏汤 这个香味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加一点点的高汤 接着把用热水汆烫过后的鸡腿快冰镇 让鸡肉做三温暖 肉质就能不油腻 反而弹Q 一般麻油鸡它会用油来炒那些肉 炒完吃的时候会油腻 那你刚才看你看 虽然它油在上面 里面的汤汁不会很油 这叫油而不腻 阿发师改良麻油鸡 做成辛辣麻油鸡的锅皮 颠覆过去加大量米酒 只加一点点 还加点辛辣油 最后放进三种菇类 消煮十分钟 好 我们再点缀一下 那个我们的骨鸡 这个它有带一点甜甜的啦 吃起来味道会比较爽 那我们这个 比较新台湾菜的麻油鸡 把经典台湾菜改良的这双手 可是赫赫有名 1995年的里安指导饮食男女 片中神乎奇迹的烹饪镜头 操刀的剃手就是她 饮食男女后 阿发师就退居幕后 负责行政管理 要吃到他亲手做的菜 除非国宴或是大型活动表演 这次再度在镜头前露一手 不论刀工 翻锅 看得出来依然暴刀未老 阿发师你说你 你多久没有真的想出 我们在厨房做菜有21年了 真的还假的 真的 现在我们的师傅里面 都比我厉害了 这小卷刚刚已经切好了 用这个地瓜粉 地瓜粉把它沾 以前小卷的吃法 都是烫过后沾酱吃冷盘 或是做三杯的料理方式 阿发师直接用高温油炸小卷 快速过油连炸三次 好 我们加一点点香油 再用大蒜 香油 以及酱油膏和糖 鲜辣酱熬的蜜汁拌炒 那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蜜汁下去的时候 加一点蒜酥 吃起来甜甜辣辣 外皮酥 内里嫩 附着在小卷上的酱汁 正好提出小卷鲜味 化融点睛 好香哦 我看那摄影师好像口水要流出来 来 不要吃哦 烫哦 烫哦 连摄影师都难得动不掉 是因为蒸了光闻香就口水狂咽 阿发师还从台湛 最爱用的沾海鲜酱的五味酱当中 得到了灵感 把五味酱里头最主要的番茄酱 改成辣味酱来调味 我们用鲜鱼的牛汁 所以用海鲜酱这种辣 来加一点下去来拌鱼 那当然里面有糖 醋 酱油膏 好 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沥干 这时候我们再加我们的水果 把鲍鱼先用柴鱼高汤 先煮再泡45分钟 传统它不会把这些蔬菜 加在里面 再摆上一颗颗鲜爆 最后淋上调好的鲜辣和蜂酱 我们一般台菜没有辣味 以前所有的台菜我根本没有做过辣味 但是这个蜜麦以后 我把它加一点点辣味以后 它整个那味道都起来了 融合粤菜 川菜和香菜的做法 阿发市推出新台菜料理 让原本讲求新但鲜纯的台菜 不若苛旧而有更多元的吃法 想把台湾菜人国际化的一些厨师 我们都结合起来 三两个月 一两个月到哪里吃饭 或到纽约 到日本 到香港 去吃一个顶级的米其林的餐 把它好的东西带回来 这我们一条鳗鱼 我们刷好的时候 它入味我们一定要 这个刀一定要一刀一刀的慢慢的切 把这个里面的一些细的刺 把它切掉 酱油膏 肉桂粉 胡椒 米酒 还有点蒜头 地瓜粉 可能沾得上 要压一下 要到金黄色 阿发市的新台菜菜单里 还有这一味 鰻鱼米糕 特调的蜜辣酱汁和鰻鱼引起炒 再铺在米糕上 跟传统米糕和肉末引起炒 口感也很不一样 这个温中的那个蜜蜜 米糕也好了 我们把这个米糕拿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成品 加在上面 不过要能把近百年的台湾师傅文化 得心求变 这没有硬底子的功夫 怎么敢出手 虽然说阿发是在台菜界的地位 无人能出其右 但他却说有一种味道 35年的厨师生涯 怎么样都做不出来 它的菜也很煮不出来 那个妈妈的味道 你怎么做我们都煮不出来 它的东西就是加一点 还不够再加一点 还可以一点一点一点的加 加出来那个味道就是 你后面煮不来 一家三代全穿厨师袍 从陆港的阿公挑便单起家 接着开小吃店再开餐厅 其实都是一路辛苦过来 我们家人会团结 我们喊打就打 喊杀就杀 他们如果一个被打下去 钱就跑掉了 我们生鱼片的刀比较长 杀生鱼人或是冰雕的剂子 也比武士刀长 都会拿那种比较会唬人的 所以就用这样 打了几次仗以后 就和平了 经历SARS又曾被黑道威胁 好在家族团结 让阿发师名号越来越响亮 向着台在界除神名号 阿发师要把永远难忘的 妈妈的味道 加进自己的创意 变化成台湾新美味